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去说释迦 今天这一集我们要讲讲佛教的戒律问题 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并没有制定戒律 后来有一些僧众做了有一些出格的事 释迦牟尼佛就根据这些具体的行为提出了一些规定 同时又说 这些戒律并不是必须要教条式的遵守 而是可以因地制宜的更改的 也就是说佛教的戒律是随时制戒 遇到新的问题就临时制定新的规定 这有点像西方国家的判例法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戒律有无数种 就像佛教认为有八万四千法门一样 佛教也认为有八万四千种律法 所以四分戒本里说戒如海无牙 因为戒律是随时制定的 所以在佛教里没有一个能完全涵盖一切情况的权威律法 只要是有助于修行佛法弘扬佛教这个大前提 戒律是可以因地制宜更改的 这听上去很好 能够避免旧戒律跟不上时代变化的问题 但是显然 这种自由只能是理论上的 从实际需要考虑 还是得有权威性啊 《大品涅槃经》中有一句话 善男子 互持正法者 不受无戒 不休威夷 这句话是说 只要你是为了维护佛法 那么什么戒律都可以不遵守 举止乖章 不像个僧人的样子也没关系 这话倒是符合上述原则 但真要这么做能行吗 任何一个僧人 那不就都可以以护持正法的名义肆意妄为了吗 《大品涅槃经》还说 若有众生傍大成者 即以鞭斥苦加治之 或夺其命 预令改往 遵修善法 说只要是为了维护佛法 也可以打杀对方 这真的能实现吗 所以 仅仅是为了维护佛教僧团 在世俗社会的生存 也不能给予僧众随便开戒的权利 在现实中 还是需要一个不能轻易更改的戒律 作为权威 中国僧团遵守的戒律大概有这样几个来源 一个来源是印度的小城戒律 小城戒律比较详细分成出家人的戒律和未出家人的戒律 有一条特殊的规定是 在家人不能看出家人的戒律 我个人觉得制定这条戒律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为了避免教外人士拿着戒律 去对出家人的行为说三道四 因为这个规定影响到佛学研究 很多佛学家认为这条规定可以不遵守 另一个来源就是大城戒律 中国僧团遵守的大城戒律是在小城戒律的基础上进行一些修改 因为大城修菩萨行 所以大城戒律又称为菩萨戒 到这儿呢 菩萨戒就不分出家人和在家人了 另一个来源是中国禅师百丈淮海制定的百丈清规 之前在介绍禅宗的时候说过 百丈清规是为了规范当时比较混乱的禅宗僧团而制定的 结合了传统的佛教戒律 还加上了必须每日劳动等等符合中国社会的本土戒律 和佛学理论不同的是中国僧团遵守戒律并不分大小城 各宗遵守的律法基本上都是上述多个戒律的混合 再进行一些因地制宜的修改 佛教戒律还有几个特别之处 一呢 是戒律并不只是禁止信众不能做某些事 还包括要求信众多做某些事 所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第二呢是制定戒律的目的是规范指导信众 让信众的行为有助于修行 所以戒律的主要目的是教育人而不是惩罚人 所以在寺庙生活中一般的小错 只要当事人诚心忏悔就可以了 如果是极大的错 会影响到佛教的声誉 僧团的发展和其他僧众修行的 那就要开除出僧团 还是那句话 僧团更像是学校而不是政权 对出家人的惩罚就像学校那样 除了规劝就是开除 而不会有什么判刑流放这一类世俗的惩罚 在古代寺庙里棍打之类的体罚有的时候也会有 这是因为那时的学校里也就存在体罚 也就是说在当时体罚被认为是教育手段的一种 在今天呢 那就没有什么体罚的存在了 第三个特别之处呢 是大成对戒律的要求比较松 佛教戒律很多 信众可以选择其中的若干条来遵守 不必全部都遵守 如果你觉得其中有几条遵守不了了 也可以临时放弃这个戒律 这叫开戒或者舍戒 以后觉得自己能遵守了再去受戒也没关系 甚至有的经文认为 比丘七次舍戒都可以再出家 总之 遵守戒律是为了信众自己好 你是为了你自己守戒 能遵守多少就遵守多少 也没人强求你 特别是针对没出家的人 佛教戒律的基本原则是 让人尽力而为 不遵守也不会责骂你 比如说吧 佛教禁止杀生 禁止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禁止造酒 卖酒 但是呢 有一些比如说猎人吧 猎人不杀生 有一些呢 这个有一些这个生活特别有困难的妇女 她不卖银 还有一些卖酒的人不卖酒就不能生存 那么佛教呢 也暂时的允许他们不改变自己的职业来信佛 当然了 有机会能换职业的话 尽量还是要换掉的 佛教的戒律很多 各宗的说法也不一样 我按照主流说法 给您介绍几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先说出家的问题 那么首先呢 七到二十岁的男性出家者叫沙弥 七岁到十八岁的女性出家者叫沙弥尼 下一个呢 叫士插摩尼 士插摩尼指的是十八岁到二十岁的女性出家者 相当于从沙弥尼到比丘尼的考察期 二十岁以上的男性出家者叫比丘 二十岁以上的女性出家者叫比丘尼 在家修行的男子叫幽婆瑟 在家没出家修行的女子叫幽婆怡 佛教戒律对出家有一些限制 一般来说七岁以下七十岁以上不能出家 当然如果七十岁之前已经受过比丘戒了 那么过了七十岁以后是不需要退出的 犯过五逆重罪 性器官不健全的也都不允许出家 还有一些小问题改正了才能出家 如果是盗贼 所犯的罪应当距离出家地千里之外 同时本人也得改过向善 如果有欠债必须先还清 如果有皮肤病要先治好 那为什么女性出家者会多一个视差模拟的阶段呢 其中一个原因是古代的印度对女性仍然有一些歧视 认为女性比男性的意志更不坚定 那么在正式出家前呢 就需要多这样一个考验的阶段 另一个原因是用这一段时间来检验 这位出家的女性是不是已经有了身孕 前面说过 不固定地住在寺院里 靠起食为生刻意苦修的出家人 又称为投驼 就像大成修菩萨行一样 投驼修的是投驼行 因为是苦修 戒律当中对投驼 有一些比一般出家人更为严格的规定 包括只能起食 人家给什么 你就只能吃什么 每天只吃一顿饭 过午不时 连饮料都不能喝 晚上还得住在墓地里 必须目视死人骸骨 休息睡觉 不能躺下 只能打坐 必须独处 不能群居 连寺庙都不能住 这些都是为了让修行者 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 专心修行的 投驼行是自愿的 所以这些额外的规定 更像是一种方法上的指导 比如每天只吃一顿饭 为的是保持饥饿感 令人保持清醒 看死人骸骨 是为了时刻意识到 世俗荣华 最终不过是一堆骸骨而已 等等 这不是为了故意折磨你 首先你得自愿地遵守 而且这个呢 是等于给你一种指导罢了 说到墓室死人骸骨 顺便讲一下 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 破除欲望是 佛教修行的主要目的之一 而人的绝大部分欲望 都是基于肉体的 所以佛教有一种修行方法 叫不静观 通过厌弃肉体的方式 来抛弃欲望 比如说 观想自己的肉体 想一想肉体中 比较脏的部分 身体中充满了恶心的血肉 恐怖的骸骨 肮脏的粪便 对自己的肉体厌弃 相应的呢 对世间的留恋 也就减轻多了 佛教很通情达理 佛教知道人 最难放弃的欲望之一 就是情欲 比如说男子 想修行出家 可是见到漂亮女子 肯定有情欲啊 佛教并不是像 魏道士那样 崩起脸来 怒斥这些男子无耻 而是想办法帮助他 弃绝情欲 怎么弃绝呢 其中一招就是不静观 要修行者去想这个女子 是不是性感的皮毛之下 分布的都是恶心的血肉 恐怖的骸骨 肮脏的粪便呢 想到这些恶心的东西 情欲就减轻了 另外 不静观还有揭示 世事无常的效果 修不静观 还可以去想象 人体总有衰老 疾病 死亡 腐烂的一颗 再漂亮的美女 也会变成勾搂老玉 矮矮白骨 自己的肉体也终究会成为一堆海骨 所以不值得留恋 法剧辟育经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妓女 长得特别漂亮 有一天发了善心想要出家 走到半路上遇见泉水 看到泉水中自己的倒影 她看到自己长得这么漂亮 产生了对红尘的留恋之心 心想 我这么漂亮 干嘛要抛弃快活的生活出家呢 于是她放弃了出家的念头 佛陀知道了这件事 化作一个妇人 坐在这个妓女身旁休息 佛把自己的头枕在妓女腿上 突然死了 身体膨胀腐烂 肚子烂掉 虫子从里面涌出 妓女看到这个景象吓坏了 这个时候 佛陀点话 这个妓女 人体终将腐朽 红尘无常的道理 妓女就出家了 这个就是不静观的应用 大众呢 对于僧人还有一个印象 觉得出家人的头顶 都要烧两排小圆点 这个叫烧戒巴 烧戒巴的习俗并不来自于印度 而是从中国元代开始的 因为那个时候只有汉族僧人要烧戒巴 所以有一些学者认为烧戒巴带有种族歧视的成分 而今天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漏戒 目前中国的佛教协会也已经明文的废止了烧戒巴 另外既然这个习俗是从元代才开始有的 那么在历史电视剧里唐宋时候的僧人 比如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啊 《水浒传》里的鲁志生呢 他们的头上都是不应该有戒巴的 我是鱼雷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